CNN持续追查又有了最新发展 台北地点署在下午首都提讯了国安局少校吴东县 吴宗县上号的模样也曝光了 跟过去相比 被收押几天下来 他的模样是憔悴了不少 那么吴宗县他在日前征讯的时候 就主动缴出了这次出访的团购CN名单 下单成员逼近50人 再加上日前检调在吴宗县的职务宿舍里头 查扣了他的笔记还有电磁进入 检察官都将会仔细地比对 那么这次提讯的重点 要厘清的是 吴宗县到底是受谁指示来办团购的 那么团购的人员满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们是要自用还是拿去转卖牟利呢 还有就是这次警方特别采用了手机科技彩证 以及检方曾经提出说 希望吴宗县转污点证人 不过被他拒绝了 因为他认为他只是在执行任务 并没有贪污的事实 那么还有就是这次 这个北检的中组专办重大黑金案件 堪称天下第一组 那么民众也希望司法单位勿往勿走 台北地检署26号下午 首度提讯管局少校吴宗县 只见他双手上铐走下球车 衣着相当简单 只穿着一件黄色上衣和短裤 神情看起来有些落寞 团购走私烟谜团未解 为了要揪出幕后藏进人 检方脚步更是不能停歇 多方行动不仅搜索华航内部 也得针对关键人物吴宗县 厘清案情 日前吴宗县揭露关键的团购名单 25号检方也到吴宗县的职务宿舍 进行搜索 查扣笔记本和电池记录 另外吴宗县也配合调查 主动交出手机 以供检方科技办案 随着证据证物越来越多 也为了进一步了解更多内幕 北检提讯吴宗县 花了约半小时 才将他还押台北看守所 检方日前才约谈 华航空品组长黄川真 并将他转列为贪污案被告 而根据他的供词 吴宗县在下单之前 曾经跟他通过电话 并询问要如何下定香烟 该怎么付款 以及到拿取货等问题 最后吴宗县还问 订了这么多华航高层知情吗 从容疑点都是检方提讯 吴宗县要厘清的关键 检方也询问吴宗县 有意转列污点证人吗 但吴宗县只认订购香烟犯刑 并不承认有贪污犯益 最终还是无法转为证人 而这次负责调查 撕烟案的正是北检的宗主 专门办重大黑金案件 堪称天下第一组 可否抽丝剥茧厘清疑点 检方也将陆续约谈其他关键人 撕烟案的风暴 扩大总统府也火速地 进行危机处理 再度的上火线召开记者会 强调涉及全案的订购人员 没有总统府与国安会的 政务还有基要人员 而府方借出的两辆车 是两部货车 都只是装行李跟装备 并没有装载任何的违禁品 另外呢 就是三部特勤中心的车辆 才是载日免税烟品 另外呢就是外传 世卫室是由总统府秘书长 陈菊管辖 需要陈菊盖章才能够派车 那么府方发言人黄崇燕也说了 抗秦调派勤务 车辆调度 都是由侍卫士依照任务统一调度 所以没有总统府派车的问题 那么之后还会有第二波的 陈储名单 将追究其他高阶干部的责任 国安局烟品走私案风暴扩大 前一天总统才亲上火线 要求彻底清查 对于华航记者会的说明 似乎不是很满意 我觉得昨天很多应该要更说明更清楚的 都没有说明清楚了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交通部持续的督导这个华航 进行检讨跟内部的这个纪律 或者是内部管理的这个整顿 不说清楚这把火就会持续延烧 府方再度召开记者会 说明调查进度 涉及这项本案的这个订购人员 那并没有总统府 国安会的证物 以及机要人员 特勤勤务车队的编组 调度 还有派遣 都是由世卫市 那么依据 维安特勤的需要 来统一调度 那并且是由特勤人员来驾驶 22号当天 接机的车辆包括两部 向总统府交通科借掉的公务货车 负责装载行李装备 以及个人物品 其他三部则是特勤中心车辆 当时装载免税烟品 世卫市借掉的两部府方车辆 因为查验后 那么确认没有违法物品 所以在随后 是由相关人员归还本府交通科 也就在这调查后 其实确认并没有所谓的 总统府五部车辆 未经查验放回 那么其他高阶干部的责任 那我们已经在 援拟惩处的相关处分 也会紧速提出 撕烟案越演越烈 总统紧盯进度 判事件 倾诉罗目 国安群人员走私免税烟事件 在交通部下了最后通牒之后 华航终于在昨天下午出来 召开记者会 但是这场记者会的说法 却被外界质疑啊 根本就是荒腔走板 那么几个重点为大家来厘清一下 首先呢 就是在这场记者会当中 华航的董事长 谢世谦指称 这次在总统出访专机上刷卡 是属于境外交易 被律师打脸说 其实不管飞机飞到哪里 在国籍航空上面犯罪 都是同中华民国领土上犯罪 适用刑法 而且呢 就是这个下单的地点呢 是在国内 当时这个契约就已经成立了 还有就是货品 根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国门 根本就不是什么境外交易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所谓的正常程序啊 应该是要在飞机上 取得预购的免税品 但是华航这次呢 却是用所谓的机编交付 有华航的前高层就透露了 他从来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机编交付的做法 基本上呢 免税商品都是要随着飞机飞走 而且知情人士呢 还加码爆料说啊 这种随着总统专机 违规走私烟品 早就有SOP了 甚至还有专属的订购APP 只要有令人士打给华航内部 11值得以上的职员 一定帮忙办到好 简直就是把这个走私管道 当成了好康福利 思烟案爆发后 身影四天的华航董事长谢世谦 终于在25号召开记者会 出眠道歉并对外界说明 只是说法却被质疑 漏洞百出还惨糟打脸 刷了几百万啊 这里面好像是说在国内就完成了 其实那不是 而是在空中完成交易 所以空中完成交易 就是已经是属于这个境外的交易 认为烟品在机上刷卡 属于境外交易 但这样的说法 却被律师打脸 刑法第三条就有规定 就算在中华民国领域外面 但是如果是在中华民国航空机上面 唯一的犯罪行为 基本上也已在中华民国境内论 所以如果真的是照他这样说 在航空机上面犯罪的话 其实我国法律还是可以管 如果特勤人员在国内下单 契约就已经初步成立 这张货始终未出国门 在哪里刷卡并非重点 之前如果数量大的 是没有上飞机的 之前也有没有上飞机的状况 但是这个部分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答复 因为以后不可能会有机编放出 机编交付 用机编交付四个字巧妙带过 但却有参与过专机任务的华航高层回应 从来没有听说过机编交付的做法 因为免税燕品都有上飞机 就算载不了也会用后送方式处理 认为运到保税仓库激放 最后再直接再走 实在太离谱 还有知情人士透露国安局窗口 只要一打电话给华航十一职等的职员 提供总统专机编号 后面只会办到好 因为免税燕品无法预告 华航还专门为总统专机开放网络订购APP 让国安人员透过网络预定包含香烟在内的免税商品 看似行之有年的做法 还有华航在记者会上被炮轰 交代不清楚的说明 恐怕还得再扯查